我其实不太方便发表很多事情 因为我很怕我说什么 大家都会往那个方面想 而这世界上很少人知道 当爱情升华成友情 家人的感情 亲情的时候 是有多么的难得 所以我不怪这些不懂的人 还有我也会想起两年前的今天 就是这么巧 同月同天 十月六号 他担任我高雄巨蛋的嘉宾 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要还他人情 虽然当时我包的红包也没有很小 但我真的觉得很荒谬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要用这个方式来还他人情 相信一切都是值得 就放心去吧 祝你幸福和宽阅自由的美 有天是在你身旁就放心早吧 除了记得你灿烂相容身影以外 祝你幸福和宽队 就放心去吧 祝你幸福和快乐 祝你幸福和快乐 还有希望见回家 有天是在你身旁哦 就放心早吧 除了记得你灿烂相容身影以外 是我的心 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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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誰我們想要